大家好 我是知屈醉 in the rapper 阿泰斯特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 武则天是五州开国君主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 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 没有之一 且活到82岁 在帝王中也算是超常待机 细数大唐皇帝除了唐高祖 两位是他夫婿 两位是他儿子 剩下的都是他孙辈 他以一己之力搅动大唐风云 而他尚未坎坷 是从低位嫔妃到出家为泥 然后触敌反弹再回宫为朝夷 PK掉皇后和宠妃坐稳后宫头把交椅 垂帘听政左右太子费力 最终在高宗去后步步为营逆袭称帝 友唐一代前有玄武门之变的血腥暴力 后有关隆集团的铁腕狙击 今天就来看一下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武则天 如何在这残酷的君王争霸赛中一战到底 他如何从落魄尼姑完成逆袭 又是怎样一步步消灭了自己的情敌与政敌 他如何以女子之身成为皇帝 作为政治家他有哪些功绩 又是怎样的能力与心机让他能成为中华历史唯一女帝 武则天 冰州闻水人 赐号五妹尊号则天 真名不可考 自己给自己取名叫武赵 一般人取名都在新华字典里找 他自己取名则是自要自己造 赵亦为日月凌空普照大帝 可以说是旧名无人知晓 新名无人敢教 武则天小时候其实出身不低 家境殷实 他爹是唐朝开国功臣武士约 他妈杨氏出身随朝皇室 随武则天也算是官世家 熟读诗书情奇书画 小时候也不缺零花钱花 不过出身虽好 也没好到可以进入帝王赛道 当时女子的至尊之位是皇后或者太后 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专权的宣太后 也就是《芈月传》里的芈月 而春秋末期 孔老夫子已经把聘鸡司臣写进了上书里 聘鸡司臣说的就是母鸡抱小 象征着女人篡权是凶兆 而且那时候的《道德准则三纲五常》里都说了 君为陈纲 父为子纲 夫为七纲 意思妻子要以丈夫的要求为准则 女人做皇帝 你想都不要想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 武则天一开始也确实没想 十四岁因形象气质出众 被唐太宗招入宫 当年与母亲告别时 也只能安慰他妈说 别哭别哭 怎么就知道不是福呢 他也没想到从此就走上了未曾设想的道路 出入皇宫 身为无品财人的武则天 在皇宫里只能算十八线 连上场当啦啦队的资格都没有 更何况是权力争夺的入场券 他也并不受宠 寂寞升宫 一虚度就是十二年 当然武则天也绝不是个随遇而安的傻白田 既然到了皇宫 那也得干一行爱一行 不想当皇后的太监 不是好宫女 他对于出人头地也做出过努力 唐太宗有匹马叫狮子聪 没人能驯服 武则天自告奋勇 并称只需三样东西 铁鞭铁棍短臂 驯马先拿鞭子抽 不行就用铁棍敲头 要还不行 这马不能留 轻 这边建议直接匕首割喉 不过武则天虽有勇有谋 但唐太宗却不耗这口 太宗更爱女子贤惠温柔 就像他最爱众的长孙皇后 新唐书里记载 太宗与皇后经常发唐互动 朝中赏罚的事情也爱找他沟通 但皇后说 朝堂的事情我不插手 可见儒家传统的宫顺温柔才是太宗的心头肉 武则天和他显然有代沟 属于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一枪心机 付诸东流 最后太宗驾崩 武子的嫔妃们被批量售后处理 武则天奥特 打包入赶叶四维尼 这是他第一次冲击权力 结果是淘汰出局 换别人 这基本已经是死局 但武则天不同 他已经为复活赛买好了伏笔 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唐太宗自己的皇位靠抢 他的儿子们也有样学样 最终太子的位子被靠人孝出道的李治拿到 然后武则天给李治写了首情诗 看诸成币思纷纷 憔悴之离卫义君 不幸笔来长下泪 开香艳娶十六群 意思我想你想的都红绿色盲了 裙子也被眼泪洗过 不幸你打开这个盲盒 反正信是从感业寺寄往皇宫 收信人却不是已故前夫唐太宗 唯一跟他相关的可能就是因为他病倒 武则天才和太子李治一起给他脑门来了点绿色 于是唐太宗周年忌日 唐高宗到感业寺上香 与武则天再次相遇 唐高宗说春风又绿江南岸 现在感觉还很干 武则天说重逢旧情再复然 明月何时照我还 更何况当年李治是靠人孝出道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武则天说 是的 我孝 我们有一个孩子 于是加之因武子而失宠的王皇后 想借有子的武则天进攻打击他的情敌萧淑菲 武则天被对手神助攻反场复活 再度入宫 当然王皇后万万没想到的是 武则天可比萧淑菲还能生 自他入宫四男两女 整片黄色都被他承包了 于是武则天连着王皇后和萧淑菲一起双双KO 关于这一段有传言说 为了尚未武则天不惜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嫁祸王皇后 当然这么刺激的剧情还是有争议 不过这事也确实符合武则天的深沉心机 毕竟这一时期武则天已经位列九平之首昭仪 他不再是深宫里的nobody 他的目标也很明确 皇后之位 皇后的费力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这不仅涉及到后宫义主 还牵扯到全清朝野的元老们 关隆集团 王皇后出身名门 先帝所选 而关隆集团的代表是顾命大臣 也是先帝临终前清典 前朝后宫都是先帝的人 理智也很无奈 改历皇后还得向大臣低头 所以为了能让武昭仪顺利上位 理智和武则天先是清临相府 向唐初宰相长孙无忌送珠宝金银送人情无果 然后又正式提了废王立武的御前会议流程 结果不出意外的被宰相储岁良回怼 在经过了数轮battle后 病得很突然的三朝元老理智 将理智从长孙无忌势力包围中解救了出来 表示帝王家世 外人少管 于是武则天顺利上位 上位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初回怼的储岁良给贬了 这一年武则天三十而立 实现从尼姑到国母的逆袭 达到女性的权力顶点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已经足够 但是武则天笑着给自己点了一手 下一站天后 上位皇后武则天马不停蹄地着手消灭情敌与政敌 王皇后和萧淑妃失宠还不够 只有死人才不会东山再起 当初的关隆集团更是看着来气 长孙无忌当初是爱搭不理 现在只能说后悔不已 打包被贬都是手下留情 废掉太子李中立自己长子李红 步步为营遍布杀鸡 武则天思路也十分清晰 关键恰逢此时唐高宗患风级 朝政让武则天代为处理 伴随高宗恶化的病情 此消彼长的是俩人的权利 虽然高宗也曾动过废了武则天的念头 不过武则天来了个苦情迹 怕老婆的李治只好把锅甩给了上官仪 说废后都是他的注意 武则天心想正合我意 拿上官仪祭天顺便把废了的太子李中也一波带走 消失的潜在政敌与李氏宗亲加一 经此一役 武则天进一步接管权力 开始垂帘听政 史称阿尔圣临朝 虽说是阿尔圣 但后边高宗基本就当个气愤组 武则天的政治影响力也不再是不能说的秘密 为了标榜当时的太平盛世国力强大 武则天力劝唐高宗泰山风扇 于是他再次打破传统 成为第一位主持风扇大典献祭的女性 而国之大事再次宇荣 也就是祭祀与战争在古时候是国家大事 武则天以前朝嫔妃之身回宫 道与皇帝并列称圣 再到染指男性专属的祭祀 这属于挑战各种不可能 登顶之路已经水到渠成 于是六七四年武则天五十岁 李治称天皇他称天后 十二条治国政策都是他提的 基本就是天下权力在手 然后一方面因为太子李红 在体弱多病方面弯道超车 走在了李治前头 他又把次子李贤立为太子 牢牢把控着继承者们 另一方面李治病情加重 武则天开始培植自己的力量 北门学士 密令这批人参绝朝廷奏义 以分割宰相的权利 当然太子不听话 还有其他儿子 唐高宗驾崩的时候 太子又更新到了3.0版本 武则天也就解锁了新成就 太后 继位的唐忠宗叫李贤 智商也仁如其名的李贤 据分析武则天四子之中 最具治国才能的 当推李红和李贤 而李贤有多李贤呢 为了讨好老丈人 说朕愿意把天下都让给岳父伟玄珍 武则天说老娘吃苦耐劳这些年 还不够你嘴欠 皇帝又如何给我贬 于是版本又到了4.0的李贤 也就是唐瑞宗 童年安排改年号为光宅 不过其实都是改别人的园做自己的江山 就走个过场 当月还有个叫徐靖夜的起兵讨伐武则天 说他篡权 武则天说你靖的可不是老娘的夜 随手就把叛乱给平息 如果不是才华横溢的洛宾王 这件事情甚至不值一提 洛宾王是唐初四节之一 参与此次扬州兵变 还写了个讨武诏习 细数武则天的罪恶 说他是亡国之祸根 文章气势磅礴 武则天也被惊艳 转头就骂宰相没有好好干 不然这样的人怎么会流落民间参与造反 因为这事儿 次年武则天还下诏允许内外九瓶以上官员和百姓 向朝廷自建 也就是意识到高手自古在民间 不仅如此 扬州兵变还让武则天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 不仅得写写公关软文 还得及时撤下负面热搜 塑造光辉形象与消灭登机阻力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于是他左手告密右手酷吏 一方面设同轨 也就是检举箱或报冤河 广开沿路鼓励群众告密 另一方面趁机选拔酷吏 网罗罪名是机操 疯狂排除异己 然后又左手造神 右手杀人 一方面武则天继承高宗遗愿造明堂万象神功 以其为自己得天下的标志 和王朝国运的象征 大赦天下还让百姓参观 搞搞冷餐 揽尽天下人心 另一方面酷吏体系已经成型 这次将阻碍他登基的朝臣与宗室 几乎杀了个干净 在最终上位前 武则天充分体现了其残暴的本性 和缜密的心机 展开说说最为人诟病的酷吏 武则天的酷吏就是打手 专门负责办最肮脏的事情 不择手段替武则天把各种事摆平 然而武则天可不把酷吏当兄弟 反而通过消灭酷吏彰显自己的英明 比如混告密圈的周星 曾包揽好象弦案 魏元忠案魏玄同案 结果反而被举报 被武则天抛弃 若问什么能阻止一个酷吏的恶行 答案是另一个酷吏 就像当年沈周星的是莱俊成 以狠毒举世闻名 诸如求己死之类的酷刑 就是他的发明 也是他主编了《罗之经》 在陷害学领域绝对属于精英 莱俊成沈周星时 两人约的犯 来问犯人不招供怎么办 周说这很简单 人犯装进大碗罐 下面点木炭 来说好办法 请 吓得周星魂飞魄散 并为我们留下了成语 请君入瓮 说了酷吏再看屠禄礼堂宗室之血腥 据旧唐书统计 唐代初期 皇祖子弟有215人 从高祖武皇帝以来 发生事故者 共有113人 其中在武后掌权期间 被杀被贬的有63人 占宗室事故的60% 要再加上武后时期 因罪流放薛绝潜逃者14人 那武则天承包了73% 这些出世的皇祖子弟 以高祖及太宗的子孙 及他们的女眷为主 牵连及青党数百家 但是在武则天登基为皇帝前的一个月 宗室就有12人被杀 用资质通建的话说 就是唐朝宗室从此几乎没了 就连武则天自己的儿子也不能幸免 四个儿子 一个太子病死 一个太子被废 一个皇帝被废 一个皇帝被软禁 总归武则天的公斗 真的太废儿子了 不然怎么说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得儿子称不了皇 眼看着万事俱备 武则天说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要做皇帝 于是朝野上下再无阻力 武则天改国号为周 前皇帝李诞被软禁 自此武则天的这场帝王争霸战 也就从毫无胜算到复活再战 再到挑战规则 最终成为裁判 作为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除去夺权路上的 显像还生刀光剑影 在执政表现上 她也绝非花瓶 而是在历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异笔 比如用人方面扶植寒门数族 网络天下人才 首开殿事舞举 为普通百姓提供更多机遇 经济方面重视农丧 组织编写赵人本业纪 将农业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重点 军事方面收复安息四镇 维护丝绸之路 旅平编幻 基本维护了帝国的统一 同时社会安定 人口保持较高增长率 功绩虽不能说镇骨硕精 但作为成熟的政治家 无可争议 当然武则天还有个能力 天赋异禀 那就是长寿帝王 超长待机 他熬死了垫脚石 也熬死了政敌与酷利 正如巨富巴菲特熬到九十又一 大家除了想知道财富密码 还有养生秘籍 毕竟投资的事情 很容易从入门到放弃 但活得更久 总会有更多的机遇 武则天并不是长生不老 继承问题也还是困扰 死后这天下到底是姓武还是姓李 立儿子还是立侄子 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个难题 这个时候嘴炮达人敌人节登场 开始给女皇洗脑 天下有侄儿给姑姑立妙的吗 姑子与母子哪个更亲 武则天一点就行 于是他秘密接回李显立为太子 亲手解决了黄色问题 清醒而冷静 也让满朝文武放下了玄者的心 归还全力只是时间问题 可惜由南崇岗氏引发的神龙政变是太子李显及宰相大臣在首都洛阳紫威城发动兵变 逼着武则天退位让事情最后不太体面 毕竟不是谁都能快乐如肖亚轩 兵变次日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监国 第三天善让 第四天李显就正式复位 赴国号为堂 同年十一月武则天也于上阳宫的仙居殿病逝 享年八十二岁 遗诏中还是省去了帝号称泽天大圣皇后 冷血君王义心机十六群 武则天从海选座分母青春虚度 到复活赛对手神助公再次入宫 团体赛帝后组团天下我有 solo赛高宗下车下一站天后 总决赛成功称帝成为女性权利之最 最后到加时赛全身而退 给后人留下无自卑 武则天的成功除了自身的能力与勇气 也得于当选者缺位的机遇 与唐朝的包容环境 中华千百年来以儒家为正统 为皇后和太平公主也无女皇之能力 自武则天之后也不再有后续 她便成了中华女帝之唯一 女子他性登顶 这样绝佳的机遇武则天不仅抓住了 还在血雨腥风中一战到底 爱情友情亲情 这样复杂的人心 武则天不仅坚持了自己 还在世俗的牢笼中不断突破边际 一方面他豢养男宠为人诟病 他为达目的玩弄人心 他冷血残酷又步步为淫 另一方面他广纳贤财移则后世 他轻摇伯父与民修夕 他平定编幻且尽心竭力 武则天的一生双手沾满鲜血 却成功登顶又全身而退 虽一生饱受争议也只能由后世评处她的是非 正如他曾经写下花须连夜发 末代小风吹 又立下了事了服依去 深藏深与名的吴字碑 作为中华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 武则天诠释了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诠释了一手烂牌也能打成冠军 他以其变革的勇气和超强的执行力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也用一声告诉世人 什么是不被定义书写传奇